越南总理陈汉千等一群 是前往汉城参加韩国总统福政期7月1号的数字大点的途中 今天上午路过台北的时候停留了一个多小时 监督总统在上午11点半钟也特别赶到兴山金融机场跟陈汉千总理会面 随后他们在机场的最近市里边主谈很久 陈汉千的辞员包括外长陈文林等及其他的书人 在机场跟我国政府的官员们都一一见了面 今天他到达台北的时候外交部长周苏凯 韩国驻华大使金志源 等越南驻华大使馆的公使阳文娇等都曾经在机场欢迎他 陈汉千等李启林跟我国政府官员会谈之后 在上午11点55分由搭乘关机继续他的旅程飞往汉阳 在下午11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